Hello,大家好,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回到17歲這部電影 男主角麥克歐唐諾是高中籃球隊裡 備受期待的超級新星 某天在一場攸關他未來的籃球徵選賽上 發現前來加油的女朋友也就是女主角看起來怪怪的 他擔心的上前詢問 然後卻驚訝的得知女主角竟懷孕了 那聽到這些後,上場比賽的他無法專心打球 滿腦子想著究竟要放棄女主角完成籃球明星夢 還是放棄夢想去工作照顧女主角與孩子 思考許久後,他決定放棄籃球,嘴上離開球場 不想妨礙他未來的女主角 並向他求婚說他與孩子才是他的未來 女主角聽了卻很無奈 不希望男主角為了他放棄大好虔誠 不過在男主角強大的文攻下 他被親的不要不要的就答應了 姑娘你嘴巴上說不要,心裡倒是挺誠實的嘛 但結婚後的男主角工作不順,一事無成 還變成一個中年發福大叔 甚至得不到自己兩個孩子 女兒女跟兒子男的尊敬 他認為自己變成現在這樣 都是因為當初做錯選擇 並把這些不如意的事都怪到女主角頭上 結果這導致他們感情破裂 雙方分居協議離婚中 這天,他開車經過一座橋上 發現有人疑似要跳橋 他急忙上前查看 卻發現水面出現奇怪的漩渦 想看清楚的他一不小心掉了下去 之後他回住宿充喜 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變成17歲時的樣子 他緊張地跑去找好友有錢男求救 兩人討論很久 認為是男主角的抱怨被上天聽到 才給他這次重來的機會 嗯... 我一直抱怨沒中彩券投獎 拜託也給我個機會好嗎? 於是他在有錢男的幫助下 回到學校讀書 順利加入籃球隊 還馬上成為校園裡的風雲人物 像這樣 男主角也在校園生活中發現 身為籃球隊員的兒子男 會被球隊的人欺負 還得知女兒女正在和一個壞壞男交往 常常輕輕秀恩愛 完全不尊重我這種魯蛇 看了就讓人生氣氣耶 同時這個壞壞男也是霸凌兒子男的兇手 這時男主角突然明白 他變回17歲一定是為了幫助自己的孩子 所以他馬上靠超強球技吸引全場目光 在大家的注視下 羞辱壞壞男是因為雞雞小才愛欺負人 替兒子男迎回顏面 又幫兒子男做籃球特訓 讓他變成正式隊員 並用各種方式妨礙女兒女和壞壞男交往 那在這過程中他也接觸到女主角 逐漸想起兩人相愛的時光 發現自己其實還愛著女主角 只是敗給生活壓力 忘了當初選擇女主角的心情 女主角也發現 這個人和自己老公不僅長得像 還常喊只有他老公會喊的笑名 但他沒想太多 以為對方只是個善良的好孩子 事後男主角為了幫兒子男把妹 打算舉辦派對幫忙製造機會 要來邀請女兒女 卻發現他竟一個人躲在角落偷哭 疑問之下才知道 原來女兒女因為不想跟壞壞男做羞羞的事被甩了 男主角安慰他 總有一天會碰到真心對他好的人 女兒女就馬上想通 還熱情的感謝男主角 哇賽 看到這我就在想 要去哪邊才能找到正在哭哭的女孩子呢 接著在派對上 男主角先幫兒子男追到暗戀的姑娘 再幫女兒女趕走死殘亂打的壞壞男 用他拿超強的球技 狠狠教訓壞壞男打了他不要不要了 等他醒來時 剛好碰到來派對找孩子回家的女主角 男主角就帶他去偷看兒子男追女生 兩人便聊了起來 男主角還情不自禁地吻了他 那女主角當然很震驚啊 馬上給男主角一巴掌 不聽他解釋而離開這裡 最後女主角在家越想越不對勁 他翻開高中時的紀念冊比對兩人長相 才聽覺這兩人長得一模一樣 肯定有古怪 隔天被打醒的男主角 發現自己不想失去家人 但認為自己讓女主角痛苦這麼多年 應該學會放手 讓他去過更好的生活 決定放棄了他 並回學校參加大學籃球徵選賽 在比賽開打前一刻 他向來看兒子男比賽的女主角 擺了一個只有兩人才懂得姿勢跟他道別 那女主角一看 雖然不清楚為何男主角變年輕 但他認為這個人就是他發生突變的老公 所以在球賽開始後 女主角馬上轉身離開 怕待在這裡會再次破壞男主角的夢想 沒想到男主角看到這一幕 反而想起當初選擇女主角的理由 最後他把球轉給兒子男退場 再一次的放棄籃球 追上他深愛的女主角 而在追逐的過程中 男主角也變回原本的樣子 因為他終於明白 是自己一直活在過去忽略家人 他的內心其實只是想跟女主角 能和以前一樣相愛而已 那躲在暗處偷看 目睹這一切的女主角 確認這個人就是他的老公 他非常感動 因為就算過了十幾年 男主角還是一樣選擇了他 兩人變和好如初 決定重新開始過新的生活 那其實男主角剛回學校時 有個很蠢的打扮 但我才不要告訴你咧 你就自己去看吧 電影到這邊就演完囉 看完後我就在想 如果能回到過去 和高中妹子眉來眼去 感覺一定會爽到翻白眼 但看看男主角再看看鏡子 就覺得算了 我還是好好工作吧 就 journalists好做 你們好看 車子 召喚